6月5日2018 世界女排联赛江门战中国VS8C视频直播时间。CCTV直播入口。 杨芳旭!2018年世界女排联赛中国江门战的较量将于今天展开。 中国女排在本战的首个对手是目前排名四级的宿敌巴西。 自2016年大奖赛澳门战中结队阵巴西的18连败后,中国在双方的交锋中开始占据上风,取得了四战三胜一负的成绩。 此次两队在新赛季首次对垒,各自第一强点朱婷和坦达拉的进攻比拼,声势明显的两副公园新月和比亚的网口争锋将成为交点。 接应杨芳旭! 接应杨芳旭在2016年成功扮演了巴西克星的角色,这次又能否再现神奇? 对阵显日苦主女排近期占优。 江门战全力争三连胜。 从2008年到2016年,中国女排曾在与巴西一队的交锋中遭遇过18连败。 直至2016年大奖赛澳门战,中国队才以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终结了多年逢巴不生的尴尬记录。 正所谓风水轮流转,随着巴西阵容老化加剧,中巴两队交手的成绩开始出现变化。 2016年里约奥运四分之一决赛,中国虎口拔牙三至二逆袭,破使东道主巴西奥运三连贯梦碎。 2017年瑞士精英赛在朱元璋等营将缺席的情况下,中国在半决赛一至三失手无缘决赛,同年的大奖赛南京总决赛,中国在小组赛三至零再克巴西,令未免冠军一开赛就陷入被动。 去年大冠军杯四轮,双方苦战五局见高下,朱婷拿下33分注本队三至二显胜。 谢拉,法比亚纳等老将淡输后,巴西虽实力下滑导致输球场次增加,但这只老牌竟旅的底蕴还是不可小觑。 去年双方三次交手,中国二胜一副战的上风。 大奖赛巴西输球折贵,大冠军杯中国全胜加冕,两队在东京周期的对抗仍在继续。 对中国女排而言,巴西属于要力争美战必胜的对手。 去年大赛联赢两次,中国难得在与巴西的交锋中获得些许心理优势,这次是连江门战还是要尽可能把这种势头保持住,令巴西新一代选手在与中国交锋时留有这种为难情绪。 朱婷坎坦达拉公兰对抗受关注。 杨芳旭能否再现神奇? 与巅峰时的高快结合相比,现在巴西边公用人吃紧。 肺,加雷淡出,纳塔利亚受伤后,主攻的进攻作用在遭弱化,主要以宝串连为主。 尚处于伤病恢复中的加里每场比赛的出场时间控制在一局,德鲁西拉和阿曼达成为主攻线的主导力量。 这支巴西对边攻位置基本只剩接应坦达拉一个强火力点,他和朱婷的强攻比拼将是中巴之战的一大看点。 朱婷高快结合打球愈发游刃有余,坦达拉暴露性强攻有速度有力量,二人在场上又正好隔往相对, 他们的攻篮对抗将影响比赛走势。 与巴西这样速度较快的技术流球队交锋,如何在网口压制对手,对中国的复攻是挑战。 袁新月在江门站回归,将提升复攻线的网口抵抗力。 去年大奖赛总决赛基深最佳阵容的比亚,已成为目前巴西阵中网上控制力最强的复攻,他和袁新月的网口争锋也值得期待。 中国能在2016年大奖赛澳门战横扫巴西取得重大突破,接应杨芳旭的快速进攻鞠躬至尾。 正是凭这场的高光表现,他被视为李约奥运对付巴西的秘密武器。 今年世界联赛杨芳旭商与后多次首发,首周北轮战的发挥好过预期,但随后两周状态高开低走,在与强队的交锋中打得比较吃力。 付出后首次对类巴西,杨芳旭能否再有神奇表现,成为真正的巴西克星?若再度主打,此一将成为检验他恢复情况的关键一战。 巴西在世联手战被德国挑落后以豪取巴连胜,胜率远超五胜四负的中国。 尽管成绩不如对手,但朱婷和袁新月领衔出战的中国女排有能力在主场击败巴西,力争保持住在东京周期与其交锋的心理优势。 对阵巴西,中国队首先要处理好发揭发环节,进而针对对方在主攻位置的漏洞重点施压。 2018世界女排联赛前三战的比赛已经告一段落,中国女排在此前的宁波北伦、中国澳门和中国香港三战共九场比赛中,以五胜四负的成绩在国际排联积分榜上位居中游。 接下来中国女排将转战广东省江门市,参加本月5日至7日在江门体育馆的比赛。 中国女排将分别对阵巴西女排、俄罗斯女排和美国女排。 2018年世界女排联赛将门战中国VS巴西视频直播。